黄博这个名字对于中国的网友来说是一点都不陌生的 他演过的那些电影我们也都随后就能说出几个来 但是今天笔者看了黄博 作为老演的重乐作 溢出好戏 心中感慨 连读 不吐不快 小编以为 这部电影用八个字概括下来就是人生如喜 笑中有泪 故事的背景并不复杂 黄博饰演的马迹 参加公司组织的一次集体旅游活动 但不幸遇到巨大含笑 公司全体人员包括老板和副总 被冲上了一座孤岛 然后展开自我就熟的过程 电影情节多次转折起伏 节奏比较紧透 没有拖踏散漫的感觉 初位看官可以去电影院自己欣赏一下 此处不再多言 小编只想说 说 人生如戏和笑中带类 主人公马进是一个勤恳的基层职员 他暗恋公司的女同事珊珊 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飞黄腾打 开着三层大游艇来接他 然而现实中的他 却是一副低声下气 人人一云的小角色 在公司里他最好的朋友 只有他的表弟马小星 最爱的女人就在身边 却无从开口 最熟悉的同事就在周围 却孤单借物 他唯一的希望和最大的愿望 就是彩票重大奖 然后摆脱这一切烦扰 潇潇洒洒的生活 体体面面的过日子 可想不到老天爷 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当他发现自己 中了六千万元巨奖的同时 他居然被困在荒岛上 如果你身处底层 除了亲人没有更多的知心同意 也许买彩票是给自己 树立希望的最好方式 当马进绝望的躺在石头上 撕心裂肺 绝望无助时候 随着暴雨 从天上掉下 无数条色彩斑斓的海域 顿时 所有人的心里 都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 小编心里也默默地说了一句 老天爷开始开眼的 珊珊 由舒淇扮演 典型的白领 OL 腹外貌美气之家 现实中对马进 这种小人物是看不上眼的 看在荒岛上 他看到了马进 作为男人的担当 责任 智慧和领导能力 从爱搭不理到默默观众 再到暗生情愫 最后无可救药 在爱上这个中年表思 初期不愧是资深演员 对女性内心活动 掌握得很准确 而且他有了独特的表演方式 一看就是舒淇 绝对不会认错 小编以为 珊珊代表了当今社会 至少五成 以上的都市女性形象 她们外表高了 其实内心对爱情时刻 充满幻想和期待 只不过没机会表现出来 就像抖音神曲 可能否唱的那样 可能是还没遇到那个的 所以男同胞们 千万不要碍于面子 而不敢追求 如果非要等到世界末日 才能鼓起勇气 那只能说明 你还不够爱他 王宝强还是王宝强 永远自带三分武功 招牌师的笑容 和独特嗓音 非常有辨识度 他饰演的是一名地位 卑微的司机兼导游 他的人生轨迹很奇特 当过瓶 喂过猴 开过车 身体素质也是杠杠的 跟缺乏运动的办公是非得比起来 简直就是户外生存之王 可惜智商不高 情商堪忧 最终还是被老狐狸当总 与何伟 饰演收拾的服务贴贴 又被马进黄博饰演 收为得逆干将 总的来说 这部片看名字是文艺片 看开头以为是科幻灾难片 看到中间是喜剧片 到结尾才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员